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李宇谢 继上一期我们讨论到 AIOT Wellness 这一期我们更深度的来讨论 什么是AIOT Wellness 我们重新来讨论一下 AI 称为人工智慧 IOT 称为物联丸 这个AIOT的翻译 中文分成人工智慧物联丸 那will needs will代表是好的意思 needs是代表内在生成的需求 所以will needs 我们这边翻译成身体的身 身加心跟灵的健康 那AIOT Wellness 我们翻译成智慧物联丸 身加心灵的健康 这就是我们的名称的来 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到的就是 AIOT Wellness 玉的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会针对这个玉的这一块 在这个时间点立刻提出来说明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整个COVID-19 从 Alpha, Beta, Gamma 到5月份开始的 OMICOM整个的扩大 到现在的所谓 VA1,VA2到VA5 尤其是这个VA5 可能在这个月份 9月份整个到爆发 现在我们据我们所知道的 欧美 各地 还有日本 韩国 相对都已经爆发了很大的疫情 那台湾现在也面临 种种的窘境 在控制不了的这一个疫情的状况之下 那这样的疫情的再次的爆发 它的致死率会像 OMICOM那么低吗? 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是 不要那么高的 也甚至它传染力不要那么强 但是看起来 这个VA5 这个传染力 是会高于OMICOM 那至于致死率会如何 大家还在观望这一件事情 希望不要太大的伤亡 尤其是对于这个全球 已经造成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来提出玉呢? 因为我们很清楚 很多未来遇到问题点 我们有可能会再回到 所谓的两年前 我们需要在居家隔离 那你知道居家隔离 人的心会出了问题 心出了问题 灵就会出了问题 那心跟灵是连结在一体的 但这个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寓意压抑 然后情绪会有压抑 到最后我们崩澳崩溃的 然后会溃体的 那所以我们身体 就会出现的问题点 唯有你的身跟心灵的健康 你自然产生了抗体 由自己内心 身体所产生的抗体 才能够有效来面对这一场疫情 现在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 我们要加强的自我运动管理 作息正常 然后保持良好的情绪 快乐的情绪 然后让自己的免疫力而提升 才能够有效的面对这一场疫情 进而的我们有办法跟它共存 这样的架构 那我们这个团队推出了这一个 所谓的悬浮式的疗愈性盆景 那疗愈到什么呢 疗愈到就是疗愈到我们的心跟灵 那当我们的心跟灵被疗愈了 那很多事情就会潜移默化的而改变 当你放了一天两天三天 你看到的植物不断的伸展 展现了它的生命力 然后你看到这种绿色的植栽 对我们的眼睛又有极大的帮助 它在旋转过程中的 师傅的疗愈性的这种感觉 让你不断的把不好的负能量给转出去了 这会让你心成 怎么会有这么样一个神奇的东西 而且它是规律的慢速的 慢慢的自己在旋转 这就是我们疗愈性的一个好处 那疗愈这种东西呢 是可亦会没办法言醒的 因为这是太过于主观的东西 每一个人的感受性不一样 但是疗愈的这两个字 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那这一期我们推出了这种疗愈性情的盆栽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搜寻一下相关资讯 那这一期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 AIOT Wellness 我们谈到愈的这一块 我们教育的大家 怎么样叫让自己的身心灵而得到健康 那下一期我们会再更多的分享到 AIOT的 Wellness 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内在跟外在区分成八大面向 那如何跟我们的十一住行娱乐结合 我们下一期会再多做更多的分享 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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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